接下來又是回到所謂的公式 以後給我電路有串連有病連 請問你我電壓怎麼算 我們的公式 第一個串連 串連車全部加起來 串連的時候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相加 串一個電池一伏特 一個電池兩伏特 一個電池三伏特 三個車在一起 一加二加三 總共有六伏特 串連的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相加 串連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相加 病連相等 病連的時候電壓通通都一樣 三個電池病連 三個電池的電壓是一樣 所以V等於V1等於V2等於V3 好像正好跟電流怎樣 相反 這要記也蠻好記的 所以請記住 這是電壓的串連跟病連公式 串連的時候要相加 病連的時候要相等 所以請你把這個公式記好 以後 碰到計算的時候 或者某一些觀念題的時候 就要用到這個想法 OK 串連的時候 電壓是相加 病連的時候 電壓是相等 病連的時候 總電壓跟分電壓都一樣 串連的時候 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的核 把它加起來 就是我們所需要 記下來的公式 就是我們所需要 記下來的公式 記下來的公式 請你把它看好 記好 所以我們現在交了兩個公式了 一個是電流的串連跟病連 一個是電壓的串連跟 避免 都請你把它給記好 為什麼要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的電池就提供電壓 它就像是把你抬身一樣 所以呢 你現在就好像電梯一樣 手扶梯一樣 這個手扶梯讓你上一樓 這個手扶梯讓你上一樓 再接手扶梯讓你再上一樓 再接再上一樓 就一樓加一樓加一樓 變上幾樓 就上了三樓 一加一加一變成三 所以就一直往上加 所以就把它加起來 所以我的電池 提升一次 再提升一次 又提升一次 不斷的提升 所以 我的電壓就是分電壓相加 所以為什麼 串連的時候要相加 那 為什麼病連說會相等 我們高早屋 一層樓 可能有三四個手扶梯上去 這個手扶梯上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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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手扶梯 全部併在這邊 排到病連 三個都上一樓 合起來上幾樓 還是一樓 還是上一樓 所以變成總電壓跟分電壓都會怎麼樣 一樣 所以總電壓跟分電壓都一樣 因為我們是病連就是所有的正接一起 所有的負接一起 你接在同樣兩點上 所以當然這兩點它就會 一樣嘛 就會固定嘛 就會固定 所以總電壓就會跟分電壓會相同 就像跟你講的那個手扶梯的意思 是一樣的 所以就跟你解釋 為什麼串連的時候要相加 病人的時候要相等 病人的時候要相等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好 我接在同樣兩點 大概就是固定那兩點電壓 大家都會一樣 OK 好 那如果你故意做得不一樣呢 總結果還是會一樣 但是你可能 你可能把東西搞壞 它可能會強迫一個本來沒大 不要變那麼大 你會把東西搞壞 所以你不要做這種傻事 就做這種傻事 OK 好 最後還是會一樣 好 所以呢 你可能會弄壞它 不要做個傻事 那這支影片跟你講我們的電壓 這前面是我們看過的電流 前面是我們看過的電流 然後呢 後面呢再猜電壓 這是一個兩個是串連 然後呢 這總電壓是1.5伏特 上面一個是0.75 一個是0.75 所以合起來就是1.5 這表示串連的時候 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的核 分電壓的核 OK 這就是這個圖上面 影片給你所顯示的 串連的時候會相等 對不起串連的時候要相加 這個是串連的時候要相等 也一樣 前面是那個電流的部分 後面才是電壓的部分 後面才是電壓的部分 然後現在去量電壓 好這個呢量出來 上面量出來1.5伏特 下面量出來也是1.5伏特 兩個都是1.5伏特 然後總電壓也還是1.5伏特 這要做 病連的時候 總電壓跟分電壓會相同 相同 好用實驗給你證明 我們剛才跟各位所介紹的公式 那我剛剛跟你說過了 請你把它背好 背起來 你有兩個要背 目前有兩個要背 以後再多第三個 就是 電流的串連跟病連公式 還有 電壓的串連跟病連公式 讓你能夠理解 OK